家人们好久不见 新年快乐 新年第一个视频就给这台令我最出乎意外的机器吧 我的第一台Win掌机是GPD-Win3 那时候我还没有了解过Win掌机 所以直接从黄牛手上拿了一台首发 结果因为当时英特尔拉垮了驱动 让我对此类游戏机印象超差 直到后面入手了阿雅 才知道了AMDS GPD就像一个硬核的理工男 他该给的都给 就是长得没那么好看 Win4就是那一碗索尼和GPD都喝多了的产物 身为PSV3000呢 Win4的锅仔片摁起来的手感非常像PSV 像哈迪斯这类游戏非常需要快速连接摁键 导电胶形成偏长 摁起来肯定没有锅仔片来得快 RGB的间界呢个人也不大喜欢 个人感觉有点小土 所以我平时都会把这个灯关掉 但这也拦不住它是一台好机器 绝对让我出乎意外 玩游戏的体验呢 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6800有掌机 很荣幸 赶在22年年底之前拿到了这台黑色的内侧机 除了外壳上的一个小bug之外 还是原来GPD那个硬核理工男的味道 这回Win4痛改前飞取消了三代上的对称摇杆设计 体验了好了很多 对称上方实在是太阴间 中号摇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类似Switch上的那种小号摇杆呢 其实已经不能满足大部分玩家对精准控制的需求了 线性扳机如今也成为了Win掌机的标配 就是Win4的扳机行程啊有点短 光学的手指鼠标也很加分因为屏幕比较小 有时候呢小的东西手指头就按不到了 这个鼠标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 比起Win3的触摸键盘啊 Win4的实体键盘也好用太多太多了 在没有用过原生横屏的Win掌机之前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用过之后就回不去了 部分游戏在竖屏掌机下 游玩开启全屏模式呢游戏画面会变得比较模糊 但是在原生横屏的Win4上 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挺烦的啊大部分游戏开无边框都会变卡 全屏又会模糊 很痛苦的体验 所以Win4的横屏改掉了这个毛病 身为一个不那么专业的数码博主 重于体验 参数跑分对我的感知不大 当然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有些游戏在其他品牌的Win掌机上呢 就会觉得很卡 在Win4上的体验就很好 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生横屏的原因啊 6800U的测试视频呢 朋友们也看过很多了 所以我就放几个游戏给大家浅看一下吧 1800U的浅试视频呢 1800U的浅试视频呢 2500U的浅试视频呢 在警察这边区 走开枪 不想了 我们站起来 我没有挡到画面吧 走啊走啊走啊 不走 不走 看我了 开门 开门 正在朝骨 此次 一种喝酒 长当道三王 随便受的丢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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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一跳铁人了 我们都在几区之外 我们都在几区之外 睡觉睡觉 手王搁浅720匹 抗拘起司拉乱 大部分都是低 好 新发 请费卡 好 开始送快递吧 四王后生的美术真的很好看 我们的汽车是准备划你了解决机 和你的游户是一款划你了解决机 这是一个招待器的方法 但这东西在你的手上可以帮助你创造极限 i know you 這有像是四層 我还以为要射倒了 他可以跳这么一点 暂时已是 警官 我刚才看前装 你不要爽 调整 我不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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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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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